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康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康女友 如果你有常在看我頻道的觀眾 就會應該發現 我最近的影片呢 我都換一個場景 也就是因為我現在搬一個工作室了 所以這部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台中花到25,000左右這個租金 我可以租到怎麼樣的房子 來當我的工作室啊 還有我稍微去租一下 就給大家一個room tour啦 然後在這部影片 我也同時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我要租這間工作室 還有我對於租房啊 買房啊 租地方的看法是怎麼樣 好啦 那就廢話不多說 就跟著我們進來我的新工作室吧 好啦 那我們從房門一進來 我們就看到這裡是一個小玄關 那這裡其實是一個 這裡不是我佈置的啦 這裡是它佈置的 讓大家介紹一下為什麼它這樣佈置好了 因為我那時候在整理的時候 就發現它上面其實有一個類似像展示燈 我就覺得說要好好利用這個小角落 所以我就擺了就是我的香水跟阿康的香水 那這邊的話就是三個是我的 一個是阿康的 然後就是我們拍一些手機殼啊 或者是小東西就是在這邊拍 所以我們很多小物品啊 都在這邊來做擺拍 開關在這邊 它有一個按鈕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 它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要進行擺拍的時候呢 就按一下 它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展示櫃 那其實也沒有花什麼很多的心思啦 就是把一些雜誌放上面 然後香水擺上去就很有質感了 然後這櫃子其實是房東 我們也進來就留給我們的 大家可以算一下房東有留多少給我們喔 因為我一開始有講到說 這一間的租金弄一弄 我不能講明確的數字啊 反正就大概是兩萬五上下 那這個櫃子我覺得其實是 房東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東西 這櫃子不只是這樣喔 擺拍之外呢 上面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你去再來 不要 哈朵拉的秘密盒 那我覺得這間物質很棒的地方 就是我在整理之後 發現有很多的櫃子讓我們去收納 所以不能打開 不要打開 有很多你的 那我們就先從客廳開始吧 好啦 那第一個部分重頭戲 要大家看客廳喔 我覺得客廳應該是一個家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認為不是房間 是客廳 因為客廳是你一進來又回來的地方 但是通常客廳是最亂的 有稍微都一下下啦 因為平常不是那麼的整齊 反正先帶大家看客廳喔 那我們都叫這個沙發 叫魔力沙發 為什麼叫魔力沙發呢 它很可怕 因為只要你一躺下去 你不再五分鐘 你就會陷入一個深沉睡 是 就是這個溝槽你就是鑽進去 你要不要示範一下你躺著 我平常會這樣躺嗎 你往那個L型的溝槽去裝 你就覺得 陷入一個睡眠的一個第三空間 你知道嗎 來攝影師回到我平常拍影片的敬位 這就是我平常拍影片的場景 枕頭是有很多個啦 我就隨便擺隨便擺 這個也是都是房東 本來就有的 都全新的 主角到這裡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我覺得房東是一個 就是什麼都幫你買好 而且他買的東西都還不錯 就是感覺房東是有自己想法去擺設東西的人 那我最喜歡這間房子的最大的點 就是它有超大的落地窗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採光有多好 只要一間房間有採光進來 那就是整個房間 整個房子的那個生命氣息 會很明亮 然後會很清新的感覺 我很喜歡採光很好的房子 來看一下冷氣 我覺得房東對LG真的是 蠻輕有獨鐘的 你可以發現 就是房東呢 他對於所有的家具全都是LG的 好等一下可以帶大家看喔 我平常拍片都在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邊有兩盞燈 那我覺得燈不夠的時候我就在補 或者說換很多地方的時候再補 然後再來 為什麼剛才講房東附這個電視我很喜歡 因為它是LG超大72吋的電視 那如果我們要看Disney Plus呢 它也支援到HDR10 Plus 還有4K吧 怎麼會有把 反正它的電視 我覺得房東給的規格還蠻不錯的 我沒有認真去查 反正它是一台72吋的電視 然後呢 4K啊 什麼HDR10 Plus啊 Disney Plus 所給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看 我帶大家看一下Disney Plus 它給的畫面有多好 那再來就進到我的工作桌的工作區喔 到時候會把那個ROG的電競椅拿過來坐啦 不然這個其實是房東給的椅子 那當然這個椅子坐起來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房東原本就希望大家在這裡當一個餐桌啦 但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吃東西肯定就是坐在客廳邊吃邊看電視 你就是那個餐桌的爆炸者 其實也不只有我 大家可以看這整桌這裡 雖然有點亂啦 這都廠商的東西 因為當YouTuber很安眠嘛 這東西全部都是它的 阿是我的很正常啊 這我... 這裡啊 這工作區不只我好不好 這裡有買了一台咖啡機 泡咖啡給我的小剪輯師跟攝影師 就是現在拿相機這個人喔 這邊都是飲食區之類的 不過咖啡機是我自己買的啦 不是房東給的 但是這台微波我是房東給的 我不是一個灌老闆啦 所以我這邊是備了很多東西喔 給我的剪輯師 他們如果來這裡剪片的時候 可以認真盡情的吃零食 吃東西才有辦法認真的剪片喔 帶大家看下一區 這個小顆的聖誕樹 是我這近年買的 因為我本來想說要不要買大顆的聖誕樹 但是就發現我們去IKEA的時候 就看到這顆就是小小的 可是就非常的有感覺 然後呢我就想讓它那個聖誕感更鮮豔 所以我就自己包裝了兩盒聖誕禮物 那基本上是用阿康廠商的箱子把它包裝起來 小小的一個儀式感在家裡 還有更儀式感 一個家裡呢一定要一台空氣行星機 所以就放在這裡一起擺拍 我覺得很好看 那再加上這裡剛好是家裡的中心點啦 那以空氣行星機來講呢 我這台使用的是realme他們推出的空氣行星機喔 基本上realme他們家的東西我都非常喜歡阿 特別是他們現在又進到家電的市場 以這台空氣行星機來講呢 市面上品牌所有的空氣行星機所具備的功能 它都有 而且也有更好的升級喔 那最大的重點呢 是它的濾網是三合一多功能的濾網 有出效過濾的濾網阿 過濾你家中常見的毛髮灰塵還有懸浮為力 再來是H12的TrueHIPAA濾網喔 幫你過濾99.98%的PM2.5懸浮為力 而且濾網上面呢都有抗菌抗病毒的塗層 還有UVC紫外線殺菌燈 幫你把關一些常見危害健康的病毒流感等等的 那他們的細菌還有病毒抑制效果 都是有通過SGS還有長根大學的測試認證 再來還有就是除全活性碳濾網阿 幫你有效吸附家裡的甲腕阿 甲醛惡手咽等等有害的氣體 而且呢最大重點是以Realme他們家濾網使用壽命可以長達3500個小時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每天24小時都開自打空氣吸引機阿 基本上大概就是5個月你才需要更換一次濾網喔 並且你如果串點Realme League他們自家的APP 你還可以監控濾網的壽命阿 即時監控家裡空氣狀況 也會幫你自動感受環境阿 就是說現在你放在客廳的空氣品質怎麼樣 自動幫你切換風速喔 再加上它整台的大小也算是剛好 整台在睡眠模式運作下呢只有34分貝 基本上我覺得算是蠻貼心划算的啦 特別是目前雙十二還有一個活動喔 原價8990現在就給你6990而已 現省2000元阿 雖然說空氣氣不應該擺牆那麼近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不能擺牆 因為你要讓它有辦法進氣進去阿 當我想要吸更多空氣的時候 我就把它擺到客廳正中央就對了 你過去鼻子聞就好嗎 一開始忘了跟大家講 這裡是兩房兩廳一位的佈置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小家庭來住 就是很窩心阿 畢竟我現在也還沒結婚還沒生小孩 不管如何先帶大家看客房阿 剪輯師阿攝影師阿 還是哪些朋友來的時候 會讓他們睡的地方 當然就沒有很認真佈置了 但是有一個前提是 所有的家具都是房東給的 我覺得房東真的給蠻多東西的 好啦我們就進來看吧 不是我造成的喔 客房可能有點亂 有沒有發現那個綠色枕頭 就從客廳ㄎㄧㄤ進來的 反正這裡就是一個房間阿 一個還蠻OK可以睡的兩人房 那其實會來的就是 我的剪輯師跟我的攝影師 他們其實都算是我女朋友的家人 所以他們如果來了工作阿 然後來吃點零食喝點咖啡 看個電視看個DZ Plus 跟Netflix之後呢 就會大家在這裡過夜睡覺喔 其實就當作是一個圓風福利嘛 喔對了對了還有巧思 房東給的是這種 有Sense的溪頂燈喔 它是可以做光源阿 還是什麼變化的 你可以看如果你晚上來看的話 它是會有那種七彩的炫光 再來廚房這裡呢 帶大家進來看喔 這台冰箱呢 我剛才是有跟大家講 房東真的很喜歡LG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冰箱算是不大不小啦 兩個人還蠻足夠冰東西的 但我本身不是一個很會下廚的人 所以冰箱多半的東西呢 都是我女朋友買回來 一些菜阿一些水果之類的 那這一區房東也是給很多櫃子喔 其實你說真的要放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才剛半進來 那個櫃子都不要打開 好啦那這個 反正就是房東給很多料理的東西 那這個我也不會用 有空再來研究一下 比方才剛半進來 呃 廚房很棒的一個東西 就是也是有燈 來這邊 就是你只要開了之後 電影就變得很明亮 然後有時候 我可能想 拍一些我的打火之日常啊 我也會開著燈 然後基本上廚房都是我在用啦 就是那些洗洗刷刷啊 就是都是我在處理的 喔 會用一下吧 你就是把碗丟過來讓我洗啊 這是我請阿康就是拜託他幫我買的果汁機 因為我想說就是 畢竟阿康他其實 生活作息不是很正常 然後我就是希望他可以養成喝果汁的 習慣 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是自己打果汁給他喝 然後再來這裡就是 這叫什麼 反正就是煮飯的地方 這整套都是用 這是什麼電磁爐啊 還是什麼瓦斯爐 反正這整套都是用 這是爐子 然後這台安全開關 因為房東他會幫我們換的原因是 他說他在家裡有發生過那種 有點燒過頭 可能差點有意外那種 但是後來沒事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 欸要幫大家換一個比較安全的東西 光是看到這裡我就 我就很想要租這個房東的房子 然後再來這一區呢 就是大家洗衣服啊 然後曬衣服 然後洗衣機放的地方 房東也給一台很不錯的LG洗衣機 我洗得滿開心的 那這邊因為有曬很多私人的衣物 反正就是這邊就簡單帶過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不想看吧 對 你怎麼塞衣服我們就怎麼塞衣服好嗎 那我講一下 因為廚房是連通到外面陽台的部分 然後有時候可能在煮菜的時候啊 你用收容煙機 可能味道會吸得太慢 所以這上門很棒的地方是 他可以把窗戶就是打開 上下打開 所以就是味道才不會那麼的在廚房裡面 反正就可以讓廚房的空氣可以對外流通 我覺得滿滿棒的 我覺得整體都給的很滿不錯的 因為畢竟這是新蓋好的地方 然後馬桶啊 免治馬桶 乾濕分離洗澡的地方 這個其實都滿正常的 應該也沒什麼特別好介紹的啦 反正就是一個舒適簡單 大家都會用的地方喔 網友有問一下說 就像廁所是誰在洗的 它那個地板是很吸水的地板 灰澡土嗎 應該叫灰澡土吧 所以這個全部浴室這邊都是灰澡土的地板 我覺得很棒 這也很貼心的地方就是 整間浴室裡面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比方說剛方便完還是怎麼樣的 空氣不太好 就按換氣 那你就可以自己設定時間 你要換氣換多久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現在冬天比較冷啊 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暖房 然後整間它就會吹比較暖的空氣 你可能剛洗完廁所 你需要乾燥啊 或是夏天很熱的時候 就可以開涼風 而且它可以做設定定時期 比如說可能你很晚才洗澡 然後你希望把就是浴室用乾 你就可以定時一個小時 然後你就去睡覺 然後就是定一個小時 把你的浴室用乾 然後就可以結束了 要睡覺我記錄了 好然後再來 重頭戲除握房 其實我對於睡覺 我基本上只要一張床就夠了 所以很多的擺設呢 都不是我處理的 這些東西全部的東西 家具啊櫃子啊床啊 全部都是房東就給的 對大家具都是房東就給的 像小白色就是我自己弄 自己的小巧思用的 我覺得房東真的蠻不錯的 房東給的東西很多 所以它這邊的收納櫃子是超多 兩個人東西已經算很多了 可是我現在擺完之後 就是還是有一些空的櫃子可以使用 所以收納真的超好 整床是我自己買的啦 那整套床是房東給的 那邊小東西是我們自己買的 喔對然後就是冷氣 冷氣講一下好了 那因為現在是冬天 其實我是一個很怕冷的人 所以這個冷氣就是有暖氣的功能 只要冷氣有暖氣的功能 我就覺得是超100分的東西 那我介紹一下這裡的一個窗戶的部分 我本人是非常喜歡陽光的人 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在房間 我還是會把就是窗戶打開 讓陽光灑進來房間是非常舒服的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 就是我床頭旁邊的一個小角落 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覺得睡覺前是一個 讓人療癒的一個生活當中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我就擺了各式的香粉 然後買了這個熔蠟燈 就是它也可以變成小夜燈這樣放 才不用怕說你可能點燃 你睡著之後就一直點點點 這樣會有一點危險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熔蠟燈 然後把各樣的蠟燭 就是看今天有什麼心情啊 想要什麼口味就是這樣畫這樣子 也在IKEA買了一個小植物 放在旁邊做擺飾 我超喜歡這個角落的 那這個書呢 基本上我沒有讀過它一次 放在旁邊就是裝B這樣子 好那房間除了就是我剛剛的香氛的那個小角落 這裡還有一個是我擺設一個很小植物 然後放了我最喜歡的馬秀的音箱 基本上這一區就是阿康的保養品 保養的就是這兩個啦 然後跟酒精放在一起這樣子 她的保養品都是什麼賀蓮娜啊 結果我都知道我是康斯美 個人非常喜歡漂漂亮亮的 應該是說每個女生喜歡漂漂亮亮的 但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化妝 以前就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梳妝台 可以保養啊化妝 這次是我的桌子 這次是我就是平常會有的東西啊 藏有的保養品就這邊 這邊就是也是保養品 然後下面也是保養品的小樣 這邊的話就是化妝品 然後我都把它搏類在這邊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各樣的化妝棉啊 然後洗紙巾我就把它藏在這邊 因為它比較不好看 然後這是我的GHD 所以我最近還蠻常用它的 就是夾一下瘤還有瘤還太塌 好啦那我們也是剛搬家沒多久 其實我對這裡還蠻滿意的 當然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要用租的不要用買的 欸其實各位我也是有買啊 只是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真的買預售屋喔 那其實為什麼會先租 我不是等預售屋蓋好 其實有幾個原因啊 第一個呢就是因為我買預售屋它蓋好 還要很久一段時間 所以我算是等不起喔 我們已經準備差不多要結婚了 再加上我很多拍攝啊很多廠商的東西 我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拍攝 如果你是我頻道的老觀眾就會發現喔 我從我頻道最雜亂的小房間 到稍微大一點的房間 做一個誠實話嗎 可以啊 那時候我在拍YouTube的時候 我發現你的背景是那個小房間 我真的是覺得 就是從小房間慢慢的這樣拍拍拍拍拍 我覺得是時候換一個地方 給大家更有質感的影片喔 才不會枉費大家對我的支持嘛 那再加上我們也準備要結婚了 結婚後就是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 二人結為一體嘛 我的想法就是不要住在家裡跟爸媽同住 也不要造成我爸媽的困擾喔 因為其實我本身做習是很不正常的 然後我爸媽他們都很早 所以之前我在家拍片的時候都會影響到他們 那當然你說租房子這裡加上要繳房貸啊 預售屋算是蠻痛的 可是我覺得這算是一個適時的投資 租外這裡至少我可以拍出更有質感的影片啊 然後我們兩個可以住的更舒服一點 再加上很多廠商的東西 我都必須要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我才有辦法拍喔 不然我在之前的小房間裡面 我是沒有辦法拍很多廠商目前給我的東西的 因為我覺得任何事情其實都是等價交換喔 你如果說結婚後你住在家裡 雖然說可以省錢 但是那個都不太方便啦 你是拿我們彼此家人的感情去換這筆錢 那現在這樣子至少我們是拿錢 除了換到一個比較融洽的感情以外 再加上我在拍片啊 也更有靈感 也可以跟廠商更好的交代 要我能夠拍出更多的影片 更多的質感影片 我相信這些錢都會回本 這是我的想法啦 所以其實我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你要結婚呢 真的是要出去外面住喔 那再加上現在這個時間點 不要再想房價會不會跌啦 台灣的政府根本沒有要打房喔 當然也不是說你要吃盡吃奶的力氣 把自己全部薪水大概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五十 都讓你去繳房貸 不是喔 只要你有能力呢 都盡量的趁現在 趕快擁有自己的一間房 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至少也是要用租的啦 不要說結婚呢 還賴在家裡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想法來講 我會覺得這樣子好像還沒有成家 還沒有辦法當一個 不當一面的男人 當然我不是指什麼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嘛 那是我自己本身的想法啦 每個人的想法 每個人的處境本來就不一樣 有些真的有很多 情非得意的原因 你還是得住在家裡喔 那個也沒有辦法嘛 那再加上其實我覺得 你說這裡我大概是花了兩萬我的租金啊 我覺得在台中來講 這個數字算是有一點高 可是認真思考 房東姊姊給我們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數字是蠻划算的 對啊 他東西都弄好了 而且這裡也是新的 新蓋好的 那其實當初為什麼決定要住這個原因 就是我們要結婚啊 我們等預售屋蓋好 那未來有可能會想說 等我的房子蓋好之後 要再搬過去 可是這裡其實住得蠻舒適的 害我沒有人想要再搬回去 因為預售屋都還不知道 它蓋起來是怎麼一樣 好啦 那你有什麼想對大家講的 搬進來這間房子之後 我就一直在整理 一直在想要怎麼佈置 我到現在每天都在想說 欸羊台要放什麼東西啊 客廳要擺什麼花啊 我現在都還在想 因為我就很希望 都可以把這樣用的 漂漂亮亮的 就是每一個角落都是可以 讓你擺拍的地方 至少我有幫你減輕 打掃這一塊的負擔吧 欸等一下又不是你掃 明明就掃地機器人在掃 那我們家掃地的工作呢 都是交給Realme他們的 雷射掃拖機器人Pro啊 那以這台雷射掃拖機器人Pro呢 它是一機兩用掃拖間距喔 它本身上面是有配置 LiDAR光學雷射偵測與導航 還有38個高精準度的感應器 簡單來說就是它在你家在跑啊 在掃拖的時候 它是非常有智慧在偵測那個路徑的 再來整體CD也非常強大啊 電量也非常的足夠 其實還有跟水箱都可以塞入非常多的東西啊 特別是它有地面智慧的辨識技術喔 只要它遇到地毯的時候呢 它的CD會增強 它的軌跡也是專業Y型拖地的軌跡技術喔 盡可能把你家每一個角落都邊拖邊刷 其實說認真的 你看掃地機器人那張跑非常非常的療癒喔 而且這台Realme雷射掃拖機器人Pro 真的可以把你家清得非常乾淨啊 你可以看我每次這樣一到呢 那灰塵都非常非常的多 並且它一樣可以搭載Realme自家的Realme Link App 把你看你家的各個角落啊 掃拖狀況是怎麼樣 你也可以自行設定哪些地方你要少哪些地方你不要少 再加上現在雙十二也有特別的優惠 我覺得買起來算是非常的實惠啦 當然還是客觀的講一下喔 就算沒有雙十二的優惠 以它這個規格要賣原價 我覺得也非常合理的划算啦 好啦那這段時間呢 你住進來這個房子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跟大家分享 來這邊住的第一天到現在已經經過兩三個禮拜了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非常的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非常的 已經在一個幸福感的狀態裡面 因為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我都是租屋 就是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基本上我家是一個大家族 所以實際上就是可能跟姐姐擠一個房間啊 跟妹妹擠一個房間啊 所以都沒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現在呢就是自己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是非常的興奮 這就是為什麼其實我們家很多一些白色啊 什麼地方我都會希望 可以有自己的設計跟心思在裡面 對精英設計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的幸福 我現在不是要放閃喔 就是我真的是要謝謝阿卡 就是給我這樣的空間 然後也讓我去自行運用我要白什麼 然後我要裝飾什麼 然後他都沒有硬件 就是很謝謝他 好啦那反正新房子跟新公司開箱 就先錄到這裡 有任何的心得啊 未來什麼想法 或者說大家什麼想討論的 都歡迎在這裡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喔 好那大家要去記得訂閱阿卡 打開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 新消息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